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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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就是今天要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 這 好 我就從水游子開始講 因為其實我不是 電子機構背景出身的 我只完全是一個 從環工跨過來的 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設備這樣 怎麼按下一頁 下 OK OK 那我本身是環工背景 很純的環工背景 這就是從以前那種 怎麼環工 在環工大概十幾十年 大概十年有第一線的這部分 那我本身是有一些國考的資格 但是也都是環工這方面 那其實在這幾年 Maker活動的興起 然後 剛好本身自己有興趣 然後我就覺得說 剛好研究所的時候 有接觸到一些室內空氣品質 IoT的一些設備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還不錯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做 做做看 然後可以延伸一下 之前研究所的一些成果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稍微前面稍微講一下 因為其實太陽能板跟放水盒 這東西 我覺得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OK 那我要會琢磨一些 為什麼我會做水這個部分 那其實兩個 兩個 兩個 機會 一個是剛好 LARS那個 LARS的很成功 LARS空氣盒子很成功 那基本上這個 LARS的空氣盒子 對於環保界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造成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各公部門 然後這邊剛好是有一天 那時候剛好跟公部門的環保局 有一些合作 然後他們就 某個長官看到這一篇的 看到這一篇的新聞 然後他會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 這東西啊 對啊 大家應該都很多人認識他 那這個他會說 欸他們有做這個東西 然後水質感測的部分 他做這個部分好像還不錯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他覺得說 那他就覺得 因為他們就會要求說 按你們下面的單位 下面的計畫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個 人家大學生在大學校的時候 就做了一台 然後可以這樣子飛 這樣水水流這樣 然後就會要求 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環保局 現在可以講了 其實台中市環保局 他們其實 他們做這個東西其實是 他們不是為了調查整個 河流的一個水質的變化情形 他們是想要拿來抓工廠污染 那所以他們就要求很基本的 設備 然後比如說像PH 不好意思 上演 這個燈 OK 他就反正很基本的設備 像是PH 導電度水溫這個部分 然後希望可以校正 因為環保局的單位 他們就希望 數值是穩定 而且是OK的 那他們希望資料可以儲存 然後他們希望說 當水質有異常 因為他們是要抓 他們是要抓工廠偷排 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當他偷排的時候 可以讓其他人都知道 然後他們這些需求 其實基本上對於 環保局裡面的一些的公務部門 公務員來講 其實是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環工背景 負出這個需求 又不在計畫的合約內的 所以變成他們覺得 這邊就覺得 欸 就找不到人 剛好 剛好 就是LAS的部分 然後上時候有在做一些 空氣盒子的 練 就學習的部分 那剛好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有這個問題 然後就順便的說 那我試試看這樣 那下一頁 那基本上 這個是水盒子的第一 這時候還不能叫水盒子 叫所有水站緊 對 那它其實是第一版 那第一版就是 其實都是哪線有模式 去兜一兜都出來的 那下面的板子 後面的那個電路 都是自己手和線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自己手和線 但是不過這個時候 因為還沒有機構的 那個設計的一個 還沒學到那部分 所以說就是 就是把它湊起來 湊起來之後 基本上該有的功能都有 然後source code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看 網路上的一些範例 然後去把它拼裝 然後基本上能動 符合他們的要求 然後可以拿出去外面架 那他們就覺得OK了 至於續航率這部分 他們覺得反正 有人去換就可以了 那這些東西 他們就不是很在乎 不好意思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監測數據出來的結果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環保局他們 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當 應該說 當我們數據拿到回來整理之後 其實這只是一天而已 一天24小時的資料而已 那這些資料我們其實 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發現 其實他們 似乎 對於水這件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知道 做足食的 一天24小時的變化 他們可能是 三個月一次 一天一次 一個小時一次 的資料 他們沒辦法去看到這種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 其實是可能半個小時的部分 那再來 對於工廠他們 在偷排這件事情的話 他們可能偷排 放個十分鐘 水就放完了 然後關起來 然後水 水會變化一下清晰 會下雨天 變化一下清晰 下面雨死的 打1999 然後 換火機知道是 三個小時後的事情 然後再三個小時 安排人力過來 水都不知道湊哪裡去了 那這時候他們就看到說 在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他可以看得出來 這家工廠 他們可以哪時候開工 然後下雨的影響看得到 然後他哪時候會排 甚至 這PH 哪時候排的時候 超過標準的 那其實這個時候 就是像剛剛說的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通報三個小時抓 那 通報區 能去抓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從這邊 可能在這個地方 或是下雨間不能抓 就會造成說 一些水污染的情況 其實都是 就是挨罵的份而已 那所以他們覺得 這個東西是他們要的 那下雨 那 在這部分 其實 其實 台中的水單景 其實最近去年有 年底又有一個新聞 然後前年又有一個新聞 那基本上就是 有抓到了 我想應該不是同一家 因為如果是同一家 這還蠻可憐 因為像這一家 第一次被抓到 他被罰了四百多萬 再被抓第二次 應該丟到收起來 對 但是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提供一個 很簡單的工具 那這工具 對於 對於環保局 他們來講是能用就好了 他們不需要非常精準 這也是他們從空氣盒子 從LUS那邊看到的 一些的結果 那 對於我來講 因為我環空背景了 其實水污染的問題 一直存在著 那這個部分 不可能只靠工部門去 去這邊放一台 然後抓這一架 然後那邊放一台 抓另外一架 然後整條河水的問題 其實是很散步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是覺得 應該要用開源的方式 來做解決 那同時呢 我在桃園 現在可以講 這是大園工業區的某座橋 好 那上面寫著 本核斷魚的不宜不是 這個是很 這是以環工的人 以環境的人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不能吃 對 它不是危險 不能吸水 禁止吸水 禁止釣魚 或者禁止丟了 這不是 它是不能吃 雖然說魚都很肥 基本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就會 那時候剛好跟 那時候阿爸那邊就有問我 那我就覺得說 那這部分 那我其實水池 水池桿這部分 就可以做一個開源的部分 OK 那下一頁 那既然要開源的話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之前 我一直都在這邊 一直都在這邊 就是在做環境這部分 那基本上就抓工廠 但是水如果說到開源這部分 其實看的部分 其實不是只有環境這部分 有需求的人 他們可能有農業的 有漁業的 也有水利的 他們各有各的車廂 那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會變成 原本熟練到環保局 很滿意的部分 拿出去可能大家都不滿意 然後所以變成 我忘記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 對 對 OK 好 那基本上就是 因為 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所以那時候想說 Lars這邊做開源部分 然後想說把所有設計 全部都公開出來 包括了 source code 包括了 硬體 然後包括了 我看 硬體成 程式碼 使用說明書 應該都公開了 那基本上也是一直做 一直做 那這個部分就是 現在的水核值 第一版 就全部手做的 然後那時候 那剛好 Antitune 那C8子出來 那我就是變成說 就是 Antitune 跟 那個7297 兩個都 同時做出來 然後 然後 iC8那邊也希望 也覺得 他們可以幫忙 因為是開源的 他們覺得OK 那就是 都送回去這樣 OK 下一頁 那 其實 出來之後 我們如果說 到變成 變成 以類似Maker套件 來做的時候 就不可能說 這個東西只能做三天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會牽涉到 一個 續航力的問題 那上面這個續航力 其實是第一版的 那它是用 它後來做的話 是 7297這部分 那它其實 這耗電量其實 在野外沒有任何電 然後用個3瓦 這樣的版 其實這個是完全撐不住的 它大概只能撐個10天左右 但是這個10天 其實對環保局也是OK的 那 對於其他人 可能是不行 可能至少要一個月 甚至是放在那邊 就不要去動它 然後定期去清Sensor就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耗電量其實還蠻大的 那我就會很榮幸再去看一下各個模組 現在上面有的模組的一些耗電 的一個情況 那下一頁 然後同時呢 手上這個 這才是今天的題目 這才是今天的題目 因為其實後來剛好 巧玉和菲利威 他們有介紹 就是他們有跟他們介紹說 就是有一個防水盒 因為其實在野外就是兩個項目 一個是續航力 一個是防水 那防水盒 我之前像這個東西 其實本常就是 電子零件 材料行都買得到的 就是 一般的PVC 防水盒 那一個都買得到自己挖孔 但是太陽板就會變成跟這個一樣 那想辦法去固定 那我現在固定方式就是 其實這是外面用過的 就是實力控直接打一打 然後直接黏在石頭上面 對 那這個 因為呢 我覺得能用就好了 對 能用就好 那這個東西 就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部分 其實有這個機會的話 那我就 那就拿來順便來試一下 那這邊的話 就是採用那個 這應該是標第幾版的 採用NT-LUNO來做 這個部分 那其實 看下來的話 基本上 所以模式是13MA左右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今天才知道 其實它可以降到大概4左右 對 所以還有空間可以降 原本的情況的話 其實是充不起來的 因為這個其實太陽能板 相對少 相對小塊 那在整個用起來的話 其實充不起來 那但是如果說後來 就是前 昨天我再去把 資料收回來 再整理的時候 發現說 其實在13MA 其實電是充得起來的 不過 不過 稍微看了一下 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只能乘個4天 就是如果說 連續4個陰天 大概像今天這種天氣 連續4天 它可能就是要再看一下電池 不過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有很大的空間 比如說 如果說這個再假 這樣子是 是MA的話 那搞不好一個禮拜 應該不會 整個禮拜都是這種天氣吧 這我不確定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要拿去外面實際 才會知道 這個部分 那應該沒了吧 我講 OK 好 那 基本上 就是 我會這樣做 其實 除了有這個機會 讓環保區那邊 知道說 有這個機會 讓我去實際做一台出來之外 那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 哈巴一開始講的 像 哈巴一開始講的 就是Lost is yours 那 以環境的角度來講 有空氣核子 其實 對於空氣瓶子管理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推子 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的 那水核子這部分 我也希望說 會變成下一個空氣核子 那 可能河川那種大的流域 可能在於水池的監控 大家可能不會那麼care 但是 其實很多的農地 他們灌溉的水 我們看到灌溉水 可能還滿大的大牌 但是 現在農地其實它旁邊 可能就是工廠 某塊 某個 可能當地人蓋的工廠 那其實他們有時候 有時候會不小心的 好 不小心的把一些東西 流出來旁邊的水溝 然後再溢出外面的 就剛好 就是水渠裡面 那個小小的水渠 大概不用很大 大概就是20公分 30公分這樣子而已 但是那個水渠的水 那塊農地是拿來灌溉的 這也說 為什麼農地污染 那麼嚴重的原因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那時候 在去現場 去放的時候 每一個農村都說 他們都知道哪幾家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並不是沒有通報 有時候是通報了 可能來的時候 都已經發生了怎樣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對他們講 就是一個很 一個工具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 就是如果能幫助到大家 對環境這部分 有更多的重視 更多的改善 或者更多的污染行為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OK的 那 這一樣就是資料公開 然後硬體公開 然後人體公開 這樣 不過我今天好像都沒有講到這個 防水核跟太陽能板 那我還要講什麼 OK 今天就先這樣 對 那 對 對 資料怎麼拿到 拿到 目前 目前比較能確保的 都是裡面都有SD卡 所以就是人去燒 那 這個 因為MD21它其實 它是CFAS這個部分 它可以把資料 上傳到CFAS的 如果有訊號的話 就可以把資料送到 CFAS的那個後台 然後再從那邊 用COVID的方式再去送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的資料都是跟 那個中研院那邊 都已經有講了 所以變成說 就是那個APA那些 他們那邊都開好了 變成我們這邊只要送 他們就可以開始收資料 那整個資料傳輸的模式 基本上就會跟 空氣盒子一樣 大家跟那邊 MQ3T去做一個訂閱 然後就可以拿回 自己要的資料 這樣 對 不過現在先解決 太陽能板的問題 下面覺得 有人會想要改善你 我覺得現在 下面就是 先讓它續航力 大概可能 再拉長吧 最好是 一個月 一個月吧 一個月 對一個月 其實 我有一些其他的案子 它是有 其實它是嚴懲到大概 半年的時間都OK 最近才拿回來 其實是電池老化 換一個電池 又再上去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 如果續航力夠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 比如說夏天冬天 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降雨情況 不同的氣候的條件 觀察到這些資料 因為其實 最大的根本問題是 空氣其實之前有二十幾個側站 然後環保署他們知道 那水的話 我不確定有幾個側站 但是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他們真的能知道整個 就即使是一個單一的小河川 可能台北市 可能 我們看到一個大牌好了 他們水質變化的情形 日夜的變化情形 季節的變化情形 他們可能都是不清楚的 對 就是連觀察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真的 只能走空間模式的模式 到處去放 那放完把資料收集回來 才會有下一階段的 下一階段才會更知道說 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該怎麼做這些 應該說這些水的變化是正常 還是人為的 這部分總不能環保局 或環保署縮了算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環境這個東西 我們總是會經過 總是會看到 總不能等到 像台北市最常見就是 夏天然後大樑死魚 總不能魚死了 那些魚在那邊撈了 我們大家才知道 其實水是不是有問題 大家在那邊吵 這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長時間的 收集資料了才會知道 這個環境才有其他的意義 對 好 那還有嗎 請問這樣 像Sensor實際應用 多條親一致 之前其實這要看水的情況 那如果說污染的 要看Sensor的項目 如果是污染很嚴重的 不能說污染很嚴重 應該說工廠會排廢水 那種酸減 要嘛特別酸 要嘛特別鹹 那個地方的話 像導電度可能 因為它連青苔都長 連藻力都長不起來 所以可能 它PH溫度都活得好好的 不是 它導電度跟溫度可能 Sensor都活得好好的 但是PH可能是因為 太劇烈變化 它可能就是要拿來做維護了 對 那如果說一般的自然水的話 我覺得大概兩個禮拜吧 就是差不多一個 你要確認 因為我覺得 要分兩個東西 一個是去調整它 另外一個是去清潔它 因為這兩個東西 其實分開來 如果說我今天清潔完了 確認它不要跑太多 然後繼續放 因為每次一調整它 它就會有一個 新的曲線 除非是 那我可能要再欄位他們 加諸說 這個調整過的時候 要有一個 要走一個欄位說 它哪時候被調整過之類的 這個 這個 再加就好了 這個是還OK的東西 對 有一點好笑的問題 其實 因為續航力如果不夠的話 為什麼不要直接接外面的電 像是 因為像有核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橋 有橋就一定會有路燈 那如果直接從路燈那邊接電下來的話 有沒有可能就可以做一種 放很久的 其實就是目前 環保單位 水利單位 他們做的方法 那 兩個 困境 一個是 如果我們現在 直接找一個路燈 直接開它蓋子 把它電接出來 這條切鏈 會被警察抓去關的 對 那 第二個東西 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 為了要裝 然後 因為有時候裝的東西 所以 就跟打1999的一樣 你打過去 它可能 兩個月後回來給你 然後可能它還在去洽談 什麼工登處 什麼工務局 甚至河川 還要跟水利局 河川 繞一圈回來可能 我不確定 到後面是我們先不想裝 還是他們 會拖到 根本沒這件事情了 對 所以 而且 有些東西 應該說 我們看到的河川橋樑 那其實是很大的 很大的尺寸 那如果說 我們家旁邊的水溝 對 那有些是農田裡面的 漁溫裡面的 那這個 那個墊根本 然後有些是 山裡面的小溪 因為有些可能是 輕農嘛 他們對於一些水質會要求 對啊 怎麼可能要打電話 叫台電拉一條電線進去 對 對 從那種周邊的 像是那種抽水機 因為我家在這樣 惡靈的彰化裡面 都是用抽水機 然後如果用那個 直接接 如果自己也當然OK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硬體開遠了 那就OK 其實 它現在都只是靠太陽 水板 對對對 因為你是測水機 在流動的水 它不是可以丟一個那個 水利的嗎 有想做還沒做出來 我有想做還沒做出來 對對對 還沒做出來 因為這東西做出來才 對 對啊 這東西可以做 對對對 因為日本商我覺得 先把這一版做出來 然後後面 後面還有很多版可以一直改 大家想看怎麼改 改應用改 政策項目都可以 嗯 嗯 我想你問一下 嗯 我覺得 水質 對人類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 我覺得台灣是還好 但是有沒有 考慮要打國外的市場 因為國外的地區 就真的是非常需要 一個水質的改善 其實 其實 目前 國外有些需求 其實都有聽到 所以那個 最近拉斯那邊有 把那個 使用手冊把它開圓了嘛 然後馬上就是 要就把它轉成英文版 因為其實國外有需求 對 不過 我就覺得這東西 因為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民情在那邊 像印度那 我們大家知道 垃圾盒這樣子的情況 我不確定是 它撐不撐得出 還是它會變成它其中一部分 對 因為這個東西 有時候需要一些 印地字也去修改這部分 那 雖然說我覺得開圓 可以當然讓大家去修改 其實 但是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進去改它 對 大家會希望說 能用就好 這樣 對啊 好 謝謝